在這個熟高電時代 我們並不還沒有電腦中過了 但是在周一年戶中 近幾年來發生不少電信走走的事件 接著就是有關這方面的相關報導 雖然現在市面上的延長線都有安裝神殿開關 但是民眾在用完電視之後 經常會忘記要把開關關上 以至於換達成神殿的目的 就算記得要把開關關上 但過於平白 能會對日常生活上造成困擾 就算記得要把開關關上 但過於平白 能會對日常生活上造成困擾 為了改善影像的問題 已經有研發出一款智慧型神殿插座 既方便又能安全使用 接著會有專家來為我們介紹 這款智慧型神殿插座的好處 黃色氮量級代表它在代機了 上面有樹脂代表它現在有消耀代機電流 根據經濟不同計劃 各個電器都會有代機電流 如果不把插頭就會多負這11%的電力 為了解決上市的問題 市面上有一種就有的插座 上面有一個開關 只要你把開關給關起來 電器就會關閉 但是在使用電器時不用純 你要把開關給關起來非一層的方法 而且如果你的手上弄睡的話 觸碰到它有可能會有觸電的危機 然後呢不止有這些缺點 當電器在使用時 如果直接把按開關給關掉 有可能會傷害到電器 因為超過起點 舊耳操作上的開關就失去了 原本的安全預測電的目標 於是我們研發出了智慧型神殿插座 它可以不同操作 就可以在電器不使用的情況下自動燃電 確實地達到安全預測電的目標 先這樣我們要比較 市面上的陽線與我們智慧型神殿插座 再插入家電時的待機電流的比較 先將市面上的陽線的插頭插入 再把家電的插頭插入 再把家電的插頭插入 我們來比較上面的陽線 上面顯示的12W 上面顯示的12W 再將插頭換成你們智慧型神殿插座的插頭 再將家電的插頭插入 我們來比較上面的程度 上面顯示的是0.2W 看來一般的市面上的隱藏線 與我們的智慧型神殿插座 上面顯示的數值差很多 表示我們的市面值得非常多 接著我們要為您示範 智慧型神殿插座使用前的設定 這是家電本身附有的遙控器 我們可以直接拿來設定 插座電源的開關 又或者家電本身沒有遙控器 可以隨意拿一個 遙控器來設定 電源的開關 首先呢 將電源插座上的按鈕按住 在隨意挑一個空心上面的一個按鈕 在隨意挑一個空心上面的一個按鈕 直到紅燈亮起即可將按鈕給放 給放掉 接著是電腦的交通器 也跟上面一樣 將按鈕給按住 隨意挑一個按鈕 紅燈亮起就可以把按鈕給放掉 現在要為您示範 智慧型神殿操作的自動代電功能 我們以電腦的範例 紅色燈亮代表電源供應 紅色燈亮代表家電使用裝 現在來將電腦上機 現在電腦關機 要等一段時間 才能把插座上的電源關閉 如果關機會完全 就把插盒拔掉 可能會導致電腦的損傷 但是智慧型神殿操作 在電腦關機後 會有10秒鐘的 然後需要入圓的潛畫 由於時間都沒有開機電腦 自動開電話關閉 電腦關閉 開機電腦可以在電磁油燈 開機電腦釀電腦輸入開機電腦 關閉電腦在電腦開機電腦開機電腦進行後